姜蕙姐最近在警察上面啊 然後你的名字傳 並整個流行 妳是彭家蕙 我覺得蠻好玩的 我其實已經原諒那個直男了耶 但她交不交得到女朋友 我覺得首先要先去練一下 怎麼聊天 姜蕙姐是剛確診康復嗎 那現在身體正好怎麼樣 啊 我覺得我該恢復的都恢復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就想不通 我就是還是 胸悶 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的 我應該是跟姜蕙姐合唱卡 你們了解經典的嗎 心理壓力又不會很大 有啊 壓力很大 我一直每天都會 像浴室也在聽 上廁所也在聽 那你知道今天為什麼 要跟壞車一起合作嗎 她要講冷笑話 她要講冷笑話囉 要記得笑哦 因為歌詞裡面寫說 醫生追悔快意都相同 因為她是醫生啊 喂 喂 有 哈哈哈哈 你就是在一集茶上面啊 然後你的女子傳來 變成一個流星 妳是彭家蕙 當下看到的星星是什麼 很榮幸 我覺得蠻好玩的 我其實已經原諒那一個直男了耶 原因是因為我後來想一想 她應該也聽大靈女子啊 不然她怎麼會比喻 大靈女子這首歌 沒關係啦 就原諒她 不要再怪她 但她交不交得到女朋友 我覺得首先要先去練一下 怎麼聊天 她如果 給這個女生的訊息是 欸 你不要再想了 因為我 我覺得 相見恨晚 換一首歌結局就不一樣啦 家蕙姐姐是剛確診康復嗎 那現在身體狀況怎麼樣 啊 我覺得我該恢復的都恢復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就想不通 我就是還是胸悶 我覺得我還不太適合唱歌 但是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昨天有一個朋友寄給我一個報道 竟然唱歌有幫助於確診後的復健 為什麼呢 因為唱歌是一個內臟的運動 所以她如果 你就是唱歌都一直用到肺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她擴張啊 說回來擴張說回來 因為你一直在擴張她 所以就會有點像是在 讓她不要這麼容易把她丟起來 還有唱歌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宣洩一下你的情緒 所以唱完心情也舒服 你唱歌是會喘嗎 我覺得有一點 她平常都做什麼 做什麼樣的保養 我最近能吃的都吃了 喝牛樟汁 然後再來維他命 維他命B群 吃完了飯以後 再喝一個D基金 然後再氧氣人參 其實我不知道我還可以在做什麼 對啊 希望可以趕快恢復 尤其我要用到聲音這件事 用到喉嚨 然後我的肺 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的 那佳外姐今年金曲獎啊 你被評審成為最大贏 你心裡會有贏看嗎 我會繼續努力的 然後當然 被金曲獎肯定是一件很爽的事 但是沒有被肯定到 沒關係 還有很多人喜歡我的作品 然後我自己也很努力在做 希望我努力唱 將來還是有機會被評審再聽到 謝謝我 超級評審我